如果你不努力 你的儿子将进入人生的困难模式 智商不高的人 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杀出底层社会 活在贫穷与焦虑中无法自拔 你越无所事事 混吃等死 你的儿子的谋生难度就会越大 这不是威严耸听 而是清醒的认知 积累财富需要一个周期 打下良好的基础 你的儿子将踩在一个更高的基点 穷二代二十岁还在为一日三餐打工 而富二代只要不乱来 家族生意就会越来越好 少数穷二代可以逆袭改命 可是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更多人在苦苦挣扎中创业失败 负债累累 穷二代试错机会只有一次 只要第一次亏了 人生基本上也废了 每个人都在羡慕和歌颂那些 从底层社会逆袭翻盘的穷二代 这样的故事令人亢奋 然而 现实中百分之八十的穷二代创业 都是以失败为告终 一个赚钱的企业 需要几代人的心情耕耘 别以为所有的穷人 都可以变成网红主播 一年赚几个亿 有几个人能成为这种佼佼者 每一代都需要全身心的付出 富二代要保持危机感 穷一代更要拼尽全力 为下一代创造好的经济基础 否则穷二代的人生将会举步维艰 卑躬屈膝 只能在工厂打罗斯四十年 贫穷而窝囊地度过凄惨的一生